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ETCHAN談賽馬的時間 上次賽事提供的心水 在昨天星期四晚的直播繼晚已經分享過 當晚成績都不錯 兩隻NETCHAN馬 一隻精彩心會跑第二 沙咀感覺落底 冷靜零零三倍 這次有四隻高出賽用馬 分別是第一場 第三場 第五場 如果大家在螢幕看不清楚的話 可以回到星期四晚直播繼晚的影片 我也有說過馬面出來 這段就是NETCHAN馬膽片 我已經說過了 因為星期五晚會出去玩 然後開了即時足球投注分析的Live 沒有時間拍了 到星期六我才拍NETCHAN馬膽 今集我也想拍一隻很冷的冷腳 我講一次是很冷的冷腳 純粹玩一下 看看大家是否關心水 自己更進 大家知道如果參加會完 可能是10點左右就有了 如果沒有會完 可能12點半之後才公開 大家也未必記得看 上次零例的影片 每次看馬膽和冷腳的影片 你都知道 有千多人沒有看到冷腳的影片 千多人沒有看到冷腳的影片 為何是零例 你就錯過了 看看大家有沒有興趣 早點知道冷腳 這次真的很難 有興趣的話 YouTube會頻道 非常適合你 待會再慢慢解釋 大家知道 NETCHAN談賽馬 免費賽馬頻道 每次賽事 會提供高出賽肉馬 和兩隻NETCHAN馬膽 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大家想繼續支持 免費頻道的營運 可以經過Facebook的貼紙 來到我的Blogspot Blogspot 到處都有頁面廣告 如果覺得廣告有興趣 看看 看看資料之前的廣告客戶 之前的廣告客戶 不一定是在右下角 跳過Skip Ads 或者兩部廣告 如果說過廣告有興趣 可以在左下角 連結看看 看看資料之前的廣告客戶 支持廣告客戶 支持你之前的 參考賽馬 免費 繼續營運 明天介紹兩個馬膽 第一隻介紹的就是 第二場的二話不說 這隻馬是葉楚行 其實葉楚行 我們都知道 14場頭馬 他好像要17場 如果沒有記錯 因為他有重範 17x18場 先來互度級 也想早早點互級 二話不說近排 也不算太噁心 跑那些名次 雖然輸4-5個馬位 近五仗也有三仗 他跑得很近 上場來說 上次應該是一個軍勢的場地 因為檔位的問題 十二檔位 劉德比亞後 一撞到後 然後一撞上來 跑第三 其實跟頭兩馬 都非常接近 水準不錯 如果這隻馬 是跑得出水準的話 在這個分數 即是48分的分數 絕對是硬正 這次檔位不檔 對手都偏弱之下 賺了他做馬膽 配具是選三隻 都有些分頭 第一隻選一號 加州海哥 這些馬 首先跟陳家熙都不是不合拍 我真的不能說非常不合拍 我覺得這些馬 不是這麼容易奇 加州海哥 但是跟陳家熙來說 不是不合拍 我再次強調 不是合拍 不是不合拍 上兩場泥地都入位 其實上兩場泥地都入位 上兩場泥地都入位 這次把田草千二位 所謂何時 其實我自己說 沒什麼所謂 其實他草地都有成績 草地有成績 不是問題的 上季還173分 草地千二野馬 如果沒有記錯 我先考考一下我記憶 這場好像是贏那隻 蔣家琦那隻 買那隻 難怪記錯了 很多都 什麼 我忘記了 大家知道我講哪隻 那隻不記得的人 我正在按他 混合不到 按他混合不到 很好學習 我沒有記錯 不是啊 他人總理 不是很好學習 他有一場很好學習 可能是記錯 不是加州海郭 可能是那場 他輸給我 記錯了 原來是贏贏 總理 然後 總之 填了千二 我覺得沒問題 這隻馬的特色就是 外檔 外檔 不會洩 其實如果在內檔 被困著跑 還會更慘 外檔 還會更好 拖拖一拖 第一隻 最初出的七號陽光勇士 這隻馬填泰鞍 大部份時間都是重化試襲 沒有給你看的,重化一集你都不見到什麼 這場後運與劍試得好,他落後比較遠 但這隻馬的台型型格也不錯 如果你看試襲,試跑,有些飛數 第三隻配鞋選9號轉飛龍 轉飛龍很奇怪 潘頓無故來騎 很久沒騎過 實在我都不明白 但馬爾以上季尾的賽職 49分又是完全沒問題 今季沒什麼表現 休息過了一陣 在季中至季美階段又復出 配過潘頓 尊重一下 這場馬爾馬爾膽 10號二話不說 配的選擇1號加州海哥 7號陽光勇士 和9號傳飛 在我第二場之前說說收費會員計劃 有兩隻,第一隻是WhatsApp臨場付費 每場8分鐘前會有預言分析和投注建議 但未必每個人都適合臨場分析 因為星期三晚,你可能上班 六日,你可能是家庭日 未必有時間坐定 每場聽我的分析和投注建議 所以YouTube賽前每人分析 非常適合你 好,會員純支持多年來的 賣膽、冷腳、高出賽 賣鼻毛、賣鼻毛 非常厲害,會員純支持 加賣賽前的首選、次選、負選 明天,禮拜日 就有日本二千多年大賽 如果大家想知道我 賽前的首選、次選、負選 都是來到這裡參加 非常厲害,會員賣以上 超厲害,會員純支持 賣賽前的首選、次選、負選 以及冷腳的優先案 我剛才說了 今天我會拍一隻 很好很好 好冷的冷腳 不一定可以 但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 如果大家不想錯過的話 快點訂閱 因為你訂閱了 我十點多應該會上片 不然我十二點半才公開 大家又是未必看到的 也會員純支持 賣賽前、次選、次選、負選 冷腳優先鶴 以及我所有馬匹 所有場次所有馬匹的分析 我都會放上YouTube本源大 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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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過直播記碼 這些分析非常有差 價值 上次直播記碼 有位朋友 網友 沙家旺 就憑著直播記碼 美秦 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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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場 我選擇 第九場 第九場 我選擇 沙家旺 沙家旺 其實他知道沙家旺 本來想等到五、六月才有賽程 但潘頓勒 硬叫他跑這場 沙家旺 沙家旺 如果你看到維港智能 上次的水準 基本上 勁到發瘋 為何還有二點幾倍 因為他爬了九度 裡面有一隻緊張大絲 那次 沙家旺 他在沙家旺 一次是密道朗 埋了爛 之後就留著 坐波斯 追不到馬 他可能是不懂追馬 也未停 不懂追馬 也不懂追馬 但九度 可能他二踏下 緊張大絲 他不想被困住 可能他不懂追馬 可能他不想被困住 兩次輸的都是被困住 但也不是在放頭 今次你就可以驗證 他不放頭 我猜官論也未必放頭 正常 很正常 就是二踏 拍著緊張大絲 這場可以看看 他不放頭 不是單獨領放 不是單獨領放 有馬拍著他 可以不可以 我自己也覺得 他手波斯是不可以的 但有馬拍著他 可以不可以 這場可以證明 說真的 如果這隻馬一踏 不是2.8倍 因為上場實在 勁到噴飯 先問一下 但不是沒有風險 如果沒有風險 這隻馬就不是2.8倍 我先說 配角選擇 這場選4隻 1號緊張大絲 3檔 2號必長勝 是長期近 6檔 也不是太差 7號當家精神 最初贏了田草 1千 再轉了谷草 1千 這次來田草 看看可不可以 第四隻配角 正正的路路 減10號的超把城 前一場贏得精彩 上一場泥地 其實我覺得水準未必太高 回到來 這場可能是偏熱的 超把城 但你怎樣都要拖廚 業楚行 都這麼高分的馬業楚行 你都要拖廚 所以場合馬馬探 5號櫃港才能 配角選擇 1號緊張大絲 2號必長勝 7號當家精神 和10號的超把城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和我分析 留言給我讚 和讚 和分享我的影片 給朋友觀看 如果大家對我以上分析的影片 都要留言 如果大家想簡單 支持我 都要留言 留言 我都相當高興 大家聊多一點 我回覆多一點 Youtube就會知道 我若非常有趣的頻道 還要分配我的影片 給更多Youtube賣物看 更多Youtube賣物看 自然令我的view數上升 重新令我非常微博 廣告收據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剛才說過 如果大家想參與 如果大家想參與 可以來我的Facebook page 進行臨場訊息 或者留言 我會盡快覆蓋 一些關於臨場訊息 給大家看 可以參與 或者你可以按 原來童年臨場訊息 進入後 你會知道 如何聯絡我 去拿一些關於臨場訊息 最後 我希望大家來到Youtube賣物 請臨場訊息 按訂閱 或免費訂閱 還有因為鬧鐘 按全部 我鎖的信息 是你的通知 是第一次人知道的 多謝你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